世界上有一个很大的新闻 就是伊朗跟以色列打仗了 这两个国家会打仗 好像是预料中的事 然后好像他们已经打了好久好久好久了 那现在以色列方说没有任何的伤亡 目前的伤亡看起来好像只有一个巴勒斯坦人 跟一个伊朗人受伤 怎么会这么刚好还是怎样 我不知道 那当然我们不可能知道实际的情况 因为所有的攻击地点 还有这个状况 目前是被禁止转发的 有一句名言 我忘记原本是谁说的 但是英国首相 在二战的时候的首相 邱吉尔也说过同样的话 Truth is always the first casualty of war 真相总是战争当中第一个牺牲品 在战争当中 双方都会为了自己的利益 欺骗自己的人民 散播这个虚假 或是部分的事实 来欺骗大众 来欺骗自己的人民 所以大众总是在无知的情况下 支持着战争 事实总是第一个被摧残的 那不管怎么样 这代表我们离世界大战 第三次世界大战又更近了一步 这个让战争升温非常非常的多 我们只要看到Lindsey Graham 很开心的时候 就表示说 美国又要参战了 政府又要拿合理的拿大税的钱 去买那些很贵 而且一点都不珍惜那些的武器了 各位的纳税金 很多都丢给了乌克兰跟阿富汗 各位在画面上看到 这是阿富汗的军队 我说真的 我很羡慕 因为我都是要自己买的 然后品质或许也没有他们的好 他们的装备 他们的装甲车 都是各位买的 各位的所得税 地价税 全部都在这些恐怖分子的身上 还有脚上 如果现在他们还在写可燃经的话 一定会把这个写上去 他们打败了世界上最强的基督教国家 他们靠着他们什么阿拉战胜之类的东西 总之以色列跟伊朗现在的冲突 对美国是非常不利的 如果这个战争继续升温的话 美国就一定会被拉进这场战争当中 因为美国是世界强国 我知道川普有说过一句话 很多基督徒觉得很不爽 觉得他很自大 川普说 以色列会存在 就只是因为美国在帮助以色列 然后大家就说 哎呀 他凭什么这个样子啊 他在自大说什么啊 OK 以色列可以存去 是因为神 川普如何 为什么这样子这么夜郎自大 厚颜无耻呢 但是说真的 以实际的情况来看的话 以色列现在还存在 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 美国还在保护以色列 OK 美国就是神赐给以色列最好的东西 如果美国不再保护以色列了 如果美国不存在了 如果美国的道德跟价值观偏离了神 那么现在以色列的处境会变得更需要神机出现 他们更需要悔改 所以这就是目前的情况 而且不管未来怎么走 以色列的战争只要继续 美国就一定会介入 所以想去以色列旅游的年轻人 你们很有可能拿到一张纳税人支付的免费机票去以色列走一圈 然后只是回不回来 回得来是另外一回事 这个战争或许对美国总体来说是不好的 但是对共和党来说是好的 对2024的大选来说是对共和党是好的 因为我之前在节目上也说过了 以色列的这个问题是民主党这一次选举最大的痛楚 因为民主党的基层被他们自己洗脑成憎恨以色列 但是民主党的大金主 可以乔治索罗斯 他是犹太人 在民主党党内掌权的很多的人 是很多支持社会主义的犹太人 很多是犹太人的大公司 也就是说以色列这个问题 是会让民主党党内分裂 就是不管民主党怎么说 只要以色列的战争不断 民主党就一直只能处于一个两难矛盾的状态 这个问题其实就跟堕胎的议题在共和党党内一样 为什么JD Vance跟川普在台上不太愿意讨论到堕胎这个问题 因为他们知道堕胎这个问题就是越讨论 就会对共和党越不利 他们如果有任何一点妥协 我们基督徒 我跟Felicia这样的基督徒 你怎么这么软弱 所有的生命都是属于神的 他们只要有一点点坚持 很多爱国者就会说 你怎么这么死板 你们两个是不想赢权局的 是不是 所以两党都有促成矛盾的这种弱点存在 所以接下来以色列会发生什么事 说真的我们只能继续看下去 美国目前的领导阶层有一个空洞 美国现在其实就是一个没有总统 但这个有一个好处 就是现在的以色列的总理 奈塔尼亚胡 现在做事不会绑手绑脚 不管你对于Netanyahu Netanyahu的看法是什么 有些人觉得他是世界上最好的总理 以色列史上最好的总理 现代的以色列的大位 有些人觉得他太无情 他是个屠夫 我可以杀巴勒斯坦人 杀什么加沙什么什么什么 不管你怎么看他 不管你怎么想 我们都不得不承认 他是一个很有领导能力的人 他是一个很有能力的人 在美国没有任何的领导能力情况下 他自己带领着以色列 消灭了哈马斯 消灭了真主党 把这些恐怖组织 而且是真的 把伊朗狠狠的用力的咬了一口 他保护了他的国家 他保护了他的人民 也就是说 我们可以说这位以色列的总理 做得非常非常棒 导致其实现在 伊朗政权手上的牌 其实并不多 他们能使用的方案其实不多 历史是很会重演的 是很搞笑的 10月1号不只是伊朗发射轰炸 导弹到以色列的日子 也不是只是什么 中国共产党建国的纪念日 同时也是前美国总统 Jimmy Carter 100岁的生日 Jimmy Carter是史上最烂最烂的总统 之前还是 现在已经不是 现在是第二烂 现在最烂的是Joe Biden 伊朗当时是由一个民主的自由的国家 变成一个极权的恐怖组织的国家的时候 伊朗革命的时候的美国总统 就是Jimmy Carter 换句话说就是 当时伊朗的革命 是被他允许的白色革命 还有可能是美国资助的 还有可能是CIA中情局策划的 当时的情形是 Jimmy Carter快要下台了 伊朗从1941年的沙阿 就是他们的国王 他们决定不断的开始推动工业化 农业改革教育 拓展教育 而且支持女人在伊朗的权利 然后伊朗的女人开始 不用穿成 只露一个眼睛 然后可以 正常的去上班 这样可以开车 简单说就是一个 现代的国家 现代化的一个国家 历史上叫做白色革命 那个样子的伊朗 如果到现在 很有可能 现在会是美国的盟友 中东的一个和平 一个现代的国家 然后当时的美国不愿意 Jimmy Carter 不希望伊朗现代化 他们民主党 希望这些第三世界的国家 永远都当第三世界的国家 你们只要把你们的国家敞开 让我们去好好开采石油就好了 伊朗人 你就继续做你们的宗教斗争 每一天虚拟派 跟什么实业派 每天打仗就好了 然后就在美国的认可下 以及帮助下 伊朗的激进派 那些穆斯林的恐怖分子 在1979年的时候 革命成功驱逐了伊朗的沙阿 建立了一个宗教极权的国家 很酷的是 或许 OK Maybe Jimmy Carter 可以卡特总统 可以活到看到这个沙阿 重新的回到伊朗 因为现在这个沙阿 伊朗原本这个国王的这个儿子 Resa Pallavi 现在就在美国 在维吉尼亚州 65岁 而且他跟以色列 有很好的关系 他发推文说 他很支持以色列 伊朗这个样子做很不OK 现在就是应该要改朝换代的时候 而且对伊朗的军队也发文说 不要再为了这个伊朗政府 促成世界恐慌的政府 不要再为他们奋斗了 伊朗要回归和平跟进步 现在伊朗的政府做的事情 不是一个爱国主义的战争 而是一个促成恐怖主义的一个宗教极端主义 简单说就是 等我吧 伊朗的军人跟人民们 你们只要推翻了这个政府 恐怖政权之后 我就可以回到伊朗 当大家的这个沙阿 这样子 OK 伊朗一下子就会变得没有敌人 跟大家都好棒棒 所以 所以这一次美国总统大选 非常的不一样 有非常多可以变的变数可能会发生 很多人会说什么大选结果已经出炉了 不会再有任何改变了 OK 第一次川普总统暗杀的时候就定下来了 然后民主党政签换将 然后第二次 OK 又暗杀川普总统 这个大选的变数非常非常的多 我们离选举的日子越来越近了 10月才刚开始 我们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情 但是 不管怎么样 在中东发生的事情 都对民主党不利 因为我们现在可以 一堆这个专家跟教授 在这个地方说的口莫横飞 但是其实每一个人都只需要问自己一个问题 就是 中东那边 在川普执政的时候比较和平 还是现在比较和平 世界在川普执政下比较和平 还是现在比较和平 答案就是 在川普的时候 他当总统的时候 世界是和平的 中东是签订 亚伯拉罕和平和约的 协议的 欧洲是和平的 普丁什么都不敢做 亚洲是和平的 习近平乖乖的接受贸易战跟关税 金正恩都爬出洞穴来握川普的手 这些是在欧巴马时期没有的 在老布希时期也没有 在小布希时期也没有 柯林顿也没有和平 揪拜登的治理下 现在变成这个样子 第三次世界大战一触即发 暴力 战争 邪恶 才是这个世界原本的面貌 弱肉强食 彼此欺压 是人的本质 创世纪六章十一到十三节 世界在神的面前败坏 地上满了强暴 神观看世界 见识败坏了 凡有血气的人 在地上都败坏了行为 神就对诺亚说 凡有血气的人 他们的尽头已经来到我面前 因为地上满了他们的强暴 我要把他们和地一并毁灭 世界一开始 世界的原貌 人的天性本身就是充满着暴力 直到神给我们的律法 神给了我们典章 让我们用神的方式来治理这个世界 我们才可能达到和平 以佛所书二章十四到十五节 因他 耶稣基督 是我们的和平 将两下合而为一 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 在自己的肉体中 废掉了冤仇 就是那记在律法上的规条 为要将两下 借着自己造成一个新人 就这样便成就了和平 以赛亚书二章第四节 他必在列国中施行审判 为多名断定是非 他们要将刀打成梨头 把枪打成镰刀 这国不举刀攻击那国 他们也不再学习战事 所以你看就是苏联的那个棋子 镰刀跟梨头 很有圣经根据 但是他们做出来的事情 都是不断的在扩张 都在跟其他的国家宣战 非常非常可怕 我们已经证实了 人是没办法做到这个样子 那这些经文都告诉我们说 有了基督的牺牲 人才可以重建和平 而且不只是世界上的和平 也是人心里的和平 耶稣成就的律法 带来了救赎跟自由 以赛亚在这边说的就是 当神的国度完全实现的时候 神的律法就是会带来和平 结束世上的暴力跟战争 我有一次有机会跟一个牧师说话 他说我们还有很多基督徒说 川普是神拣选的 这样子很不妥 给神拣选谁 不是我们说的算 也不是你这个伊藤说的算 那当然他是个左派牧师 他也觉得拜登很烂 但是他就是觉得说 民主党帮助穷人 民主党进枪很棒 我个人认为 我们可以说 川普是神拣选的仆人 可以从很多方面看得出来 最好的例子 就是在川普执政的时候 世界是和平的 他有没有用神的律法管理美国 或许没有 我不太认为说 他知道神的律法是什么 但是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Benny Johnson 街头访问到一个 不是川普支持者的人 认为川普是自大狂的人 他的看法 我其实不是个川普几书的 他认为他认为 他认为他还是刺激的 他不ận认为他认为 他认为他认为 我认为 他买过来的 拜登的 我太希望 我们会有一种 他就是一位人一位 他就是一位人一位 他就是不 Kamala 一位的家人在我们访问 他选择他的医生 他选择 他选择很严重的医生 他很严重的医生 他说他结束了这种医生 不因为他很敬 但因为他太太太 让他失去 在一身体的医生 我感觉到他在这种医生 I feel like even though, unfortunately, even though he is narcissistic, I feel like he is too egotistical not to protect our country. And protection is what we need right now. And in the world that we're living in, I feel like Trump is the right person.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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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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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